因为我这个人就 我话就不多 然后我就比较闷 所以我觉得会喜欢我的人 应该也是那种比较闷的 然后就是 就他们平时的相处模式 其实就是 就大家互相嘱咐 然后他们会很喜欢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 或者没遇到什么事情 就嘱咐你很多话 然后今天感觉 跟我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而且这两首歌也都是比较 就是鼓风 对然后鼓风 然后比较温情的歌 其实三个唱的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 第一个是女孩嘛 就因为我后来选了她 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适合找一个女孩子唱 就会会比较 声音会比较和谐 然后男生也很好 第二个男生唱的就是 她是她声音很软软的 发音也软软的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 她是蒙古族好像是 因为她是一个蒙古族 所以她很有她自己民族的那个东西 和怎么说呢特点在 对所以其实印象都还挺深的 其实歌手那个 总决赛那场就没有紧张 我觉得就是 那就是大家去 怎么说呢 请自己的小伙伴来 然后去 做一个好像大的演唱会一样 然后十个人 十种不同的风格 然后唱得也很开心 原本我以为会很紧张 然后因为她也是爱紧张的人 我听他们说 但结果那天就还好 没有很紧张 不会吧 因为我现在还是 我还是一个新人歌手 我有什么好处精选级的 所以就是 今年还是要忙新专辑 然后要做更多自己的作品 然后可能通过 无论是歌手也好 还是通过歌唱也好 我会积累更多的 就是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知道怎么要去 更精准地表达 你想做的音乐 是什么样子 然后包括去和制作人沟通 因为我觉得 做音乐是一个需要 独立创造 但是也需要碰撞的一个过程 大家有不同的思想 然后我们来交流 来商讨 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要想好 你这一生当中 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你愿意把唱歌 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 我觉得就好好努力 如果把唱歌当成爱好来做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原来也觉得 我不见得会当歌手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在哪里都可以唱 就是无论我 我可能就像我以前说的 我开个超市 我开个饭店 然后甚至说 我去做别的 当老师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还是可以唱歌 但是有这个机遇 让我能够把我喜欢的东西 变成我的事业 这是一个跨度 然后从这个维度 到这个维度以后 你可能会接受更多新的东西 也会接受更多新的挑战 我觉得 就是坚持自己想做的吧 总会有收获的那一天 其实跟去年 大家就问我 今年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就还是专辑和演唱会 我觉得这是 因为作品和演唱会 是一个歌手的本 就是每年都要去做这些 任何其他的事情 都是辅助 不可以破坏掉 这个本源的东西 唱不开的歌 再要不开外壳 它却让抹去 全部的存在 的刚才